那時候我真的是親身經歷的例子 就是我動不動就覺得有點煩惱的時候 我就真的會去找算命阿姨 然後就跟我說你明年會出車禍喔 你要不要我送你一個小八卦 那一個八卦要六萬多 他說沒關係啦這保你的命 你的命中央還是六萬中央 然後我們就一直互罵很好笑 就說你明年車禍啦 我就說你就騙人生棍喔 全台灣啦救我啦 九天選你唯一指定姐妹 公請九天選你駕到 八百英尺 五百英尺 醬肉 醬肉 一百英尺 中華路二段五十五號 收到 九天選你無邊之法律 天機不可選擇是懸量換法 大家好我是阿翰 阿翰播影片裡面的阿翰 陳志豪 這蛋不要來那個人真的很白痴喔 因為我本身我就是很喜歡亂觀察人 然後以前發現 國中妹妹的那個講話風格 然後還有動作都很有特色 在大學同學面前模仿 然後他們就覺得超好笑 然後就慢慢地一直在培養這個路線 不知道大家那麼喜歡這種奇怪的東西 我之前打工的時候 我就有用那個聲音跟路克講話 你就算你買吧 你轉型我就不喜歡他 特別是你年長臉 特別蠢 他們被我搞到糊塗了 你為什麼一下有台灣口音 一下有中國 咱們的口音啊 為什麼 你給我告訴我呢 還要叫我把我身份證給他看 那個真的很難 那一次是真的發高燒 然後重病 然後剛刺一下那個退燒樣 然後快好了時候可以 好像又搞笑了 然後就把手機拿出來 我素顏跟化妝一樣漂亮 哈哈哈 欸好像喔 然後就繼續拍繼續拍 欸真的覺得好像好像上升 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講那麼多 嘴巴那麼甜 欠詐那一支影片在錄到最後的時候 自己蹦出欠詐這個詞 上輩子是薯條 所以你這輩子欠詐 因為其實我都沒有想 我之後會接到什麼 然後就自己亂講 然後講到欠詐 然後就結束了 實在欠詐 然後就 就是突如其來的一個辮子 嗯那時候我真的是 親身經歷的例子啊 就是我之後動不動就覺得 欸有點煩惱的時候 我就去 我就真的會去找算命阿姨耶 然後就跟我說 欸你明年會出車禍喔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我送你一個小八卦 那一個八卦要六萬多 他說沒關係啦 這保你的命 你的命中央還是六萬中央 然後我們就一直互罵 然後很好笑 就說你明年車禍啦 我就說啊你 你就騙人生棍喔 我從小就很愛講話 然後他就這樣說 來文漢出去 我們開著 你現在就出去 然後之後發現我可以 複製他的聲音 我就用他的聲音去講一些不該講的話 就 同學今天停課 我覺得軟月椒我剛剛好喜歡 因為我把它設定了 他就是有點 有點呆呆 萌萌 有時候走在路上 然後大家會看我看很久 然後我想說 欸他怎麼不叫我名字 他突然說欸軟月椒 我是軟月椒 喜歡睡覺 喜歡包水餃 不喜歡飽 跳 日文是有普通水準 他英文就是更爛 但是其實你知道 你作為一個表演者 你就是要逞強 所以我不會讓大家發現我英文很爛 其實我腦子裡有塞滿很多很想畫的東西 最近這十年好了 故意給自己主台階一下 就會開始畫啦 我覺得我畫畫就沒辦法畫出好笑 我只喜歡那種很好看的畫面 然後或是能穿搭的社會價值 或是那些文化 我就會很想要用那個畫畫來表達 所以我沒有想要畫那種搞怪的插畫 這對我來說 這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當他美梗的時候 我就自動就去畫畫了 因為其實 不可能一輩子都有梗 那對啊 畫畫還是我最愛 哈囉 我是陳志豪 今天的訪問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人 就急去支持我 下次再見 掰掰